一年一度的台北艺术节将演出来自16个国家 11出精彩的作品 台湾有蔡明亮的玄奘 还有改编作家洛以军同名小说的舞台剧 西夏旅馆蝴蝶书 希望能够透过不同领域艺术家的作品 引领观众探索各种看的方法 让大家体会观看也是一种发现和创造 融合多媒体动画 偶戏和真人的交错演出 贯穿南非五十年的种族隔离血泪史 这是2014台北艺术节的国际节目之一 巫步王 我们今年有两个大节目跟国际艺术节共制 我们的巫步王是跟爱丁堡艺术节 还有马赛艺术节等五个艺术节共同制作 所以这个戏就实在是五个艺术节演 那另外一个节目是 那个蔡明亮导演的玄奘 那这个节目是由维也纳艺术节部 塞尔艺术节台北艺术节 跟光州艺术中心共制的 透过跨国共制 也让台湾成为一出出精彩作品 亚洲甚至是全球巡演的首站 简单来讲就是 好像如果买衣服 你好像那个今年的巴黎的秋装 在秀的时候就在台北也办了 你不是等到人家都秀完了 你才看得到那个衣服 没有我们跟大家一样 我想电影也是这样嘛 我们都是希望争什么全球首映在台湾 同样被列为国际节目亮点的 还有改编自法国多家韦克贝勒的同名作品 秦瑟渡家村 这个是慕尼黑市内剧院的作品 那慕尼黑市内剧院也是去年被选为德国最佳剧院 那这个秦瑟渡家村的男主角也因为这出戏被选为 德语界的最佳男演员 他心里头用了一个多媒体的窥视的角度 来探讨欲望跟窥视之间的关系 六个国家总计线上十一出作品 策展人耿一伟强调 2014的台北艺术节探索的是观看和视觉 今年的主题跟观看跟视觉比较有关 我们也有像以画家卡罗为主题的这个九面弗列大 所以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很多的这个手机的经验 或者是LINE的经验都不用语言了 都用视觉了 所以今年特别是从视觉这个角度来触发 从视觉角度触发的还有这一出 来自英国甘尼利杂技团的演出 我们也有非常大众化的节目 像我们有一个杂技节目叫Smash 叫搞炸了 那它是有点像舞蹈剧场式的杂技 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节目 来自澳洲新锐编舞加安东尼和密盾的作品 《暗黑计划》则是透过街舞的利落肢体 和涂鸦做结合 国内节目则有电影和剧场 借重量级导演接力上阵 我们讲今天有三个电影导演 陈森是我们的一个重头戏 就是申哥的这个 跟吴天章这位世界艺术家 还有电影导演李祺源所一起合作的 纯浅天赋裸 在国内节目中备受瞩目的还有 游剧场界搞笑拍档达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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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达康达达康达达 电影剧场等多元表演形态 2014台北艺术节要让所有人看见 这个城市的创意能量